台湾奥运证明,让台中市去东亚青会主办权,连日本都没帮他。 东亚奥运会星期二决定,取消台中市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台湾当局通过多个管道发声以示抗议,宣称正式公然接手段粗暴的以政治干预体育。 东亚奥运会是当天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通过投票做出上述决定的,参加投票的一共有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会,其中只有台湾的中华台北奥运会投了反对票,日本奥运会投了弃全票。 其他七个奥运会都投了赞成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压倒新投票结果,是因为这一取消动议,完全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台湾一些势力从今年初开始推动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正名公投,要求介绍台湾代表团以台湾,而不是以国际奥运会规定的中华台北的民意,参加东京奥运会。 执政的民进党对此奥运正名公投活动,给予了事实上的支持。 东亚奥运会取消台湾市主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就是针对这一动向的。 台湾市申办2019年东亚青年运动会海报来源,台湾市体育处才挖使用中华台北的民意参加奥运会。 这是1981年国际奥运会与台北奥运会正式签署的协议。 该协议成功绕开了两岸政治争议,解决了台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系列赛事的资格问题。 但是,民进党这一轮上台后,岛内台独顺利猖獗,妄图把政治带进奥运会,利用奥运给台独背书,台当局指责北京用政治干预体育。 但真正这样做的恰是台湾机器势力,台当局在这当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东亚奥运会星期二的决定恰是对来自台湾方向政治干预体育企图的回敬,这不是中国大陆一方的决定。 七个奥运会同时投赞成效,连日本奥运会也没有投反对票,而是以弃权的方式不置可否,充分反映了该决定是东亚训会的共同意志。 政治必须远离体育,即使有谁要想搞台独,也不要在这个地方折腾。 台中是2014年获得首届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霸权,该市表示已经为筹办东亚青运会投入6亿多新台币,运动会原定明年举行。 现在取消对干事显然会造成一些损失,但这个国要寄到台湾推动奥运证明公投实力的头上,而不能怪任何岛外的力量。 台中市政府迎接东亚青年运动会,已投入6亿多新台币。 东亚奥运会再次表明了国际社会的严正态度,那就是以中华台北名称,没标志的奥运模式不容挑战。 事实上,洛桑国际奥运会正式表示,不接受将中华台北改名。 大陆方面也对台湾的所谓正名运动提出警告,台湾一些势力不收手,继续一一孤行。 现在证明,他们就是在往南墙上撞,投破血流是他们应得的教训。 民进党的2016年重新商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破坏,两岸合作,挑动对立的行动,迫使大陆对其开展反制。 两岸力量对比已经非常悬殊,台当局选择与大陆的对抗路线,无异于走进政治上的死胡同。 台当局和激进台独势力的种种表演,只相当于茶杯里的风暴。 他们的自娱自乐,注定要一步步变成自讨苦吃,大陆社会本来没有与台湾顾不去的意思。 2014年,台湾之所以能获得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罢权,也是当时两岸关系合法时。 大陆帮着促成的,台湾的未来系与两岸统一,其继续发展至少要以承认一中和不搞两岸对抗为前提。 不能不说,与大陆对抗是为台湾社会的不可承受之重。 本文系《环球时报》今日摄评,原标题台湾奥运证明,让台中市市去主办全觉得不错。 请点赞CM的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和互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